其实家里到处都是宝 不信你往下看 一 将老公不穿的衬衣中间划线并裁剪 翻过来 两边缝合 缝合之后再翻过来 内圈再缝合一圈固定 最后枕头塞进去 扣上钮扣 一个实用又免费的枕头套就做好了 二 家里羽绒服上不要的毛领 我们在背面贴上双面胶 找一根棍子缠绕几圈 一个好用的鸡毛胆子就做好了 三 包装盒被扔 将一秒遍收纳盒将盒底竖着对半裁开 横向也对半裁开 分割成四块放到盒盖里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四格收纳盒 将其中一个挪动一下 就变成了三格收纳盒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整格子 这样就可以将很零碎的小物件归位整理了 四 就T恤剪去袖子 将下摆剪成留肤状 然后打结 注意不要交错 这样一件留肤背心就做好了 五 不穿的衣服剪掉两根袖子 从衣服边缘剪开 剪成条状 袖子也同样剪成条状 将它们平铺在一起 放根棍子在上面卷起来 用钉子固定 再用铁丝绑上几圈 这样一把不要钱的托把就做好了 关注我 学习更多实用小妙招